早上刚起床 猜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冰川 这里就是布加冰川 车子又停好了一个位置 现在我要走着去冰山 冰川脚下了 铺头 带着铺头一起 一眼不见 他就在这里吃雪 可能很多人都来过我身后 这样一个地方 来这里的话要花费三十或者四十块钱 但是我是昨天深夜来到这里 是不花钱的 那个门禁已经打开的状态 所以说我直接就来了 看这是什么崖 前面 鸡股那么大 走在这湖边 这冰川溶水里面还有水草 爬到这里 冰川近在眼前 非常近了 再往前走一点下去可能就到了 但是不能再往前走了 现在天色快黑了 我可不想晚上睡在冰川上面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 所以说现在准备 准备就回去了 好可惜啊 奇怪找手机太浪费时间了 找手机花了两三个小时 还没找到 好准备离开这里了 从这里看冰川还是非常壮观 我怕她就吃了 好可惜啊 我可以看冰川 那么多不想再往外走 去哪里 我过去啊 我可以看冰川 那怎么看冰川 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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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继续往冰川方向走啊 现在又沿着原路返回了 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亲爱的手机 感觉是没希望了 我连我来时的路都找不到 怎么找手机啊 在这半山坡上 回去了 准备回去了 葡萄 咱们来的时候是走到这里吗 你是怎么过来的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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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